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的人应该不多了 他说拜登政府卖我们军售叫做雪中送炭 我想说你当到立委了这么的无知 我都觉得遗憾 我们是花了大把的银子给美国 买到又贵又烂的军火 这跟雪中送炭有什么关系呢 拜登卖我们都是零件 这个昨天在单身网节目忘了讲 你看到我们被美国军售的钳制 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国件国造 国际国造 潜见国造都是假的 因为我们做不出来 我们在关键的红区技术 我们通通都不会 更不要说连军售这么久的零件 我们都不会 更不要讲热三雷大战被美军在控制 真的是 我还想干嘛 那加点位 是立委的水平 这个期待提升 所以我刚在TVBS我讲说 这个王宏威跟吴一农的选择是什么 你让吴一农进立法院 他就是个拉拉队 蔡总统 新潮流 民进党 吴一农如果当立委 他就是个拉拉队 王宏威如果当立委 他是要去监督蔡政府的 行政院长 国安局长 就是那个陈明通 他不会放过他了 那你要谁进立法院了 民进党已经六十几个拉拉队了 有缺这个拉拉队吗 好不好 所以拜托这个 这个 投票率一定很低 然后呢 我觉得两位选将打的议题 一个是松山机场 一个是河二 河三 我都不晓得要从哪边开始讲 这个 我就做 明代的经验 王宏威是完胜 好不好 我们今天主要要来谈这个赖清德 赖清德要选民进党党主席 这个我看很多记者都乱写 因为我们现在的媒体太乱了 因为网路媒体跑出来一大堆 那记者呢乱写的习惯 这有人就写说赖清德昨天宣布是因为这个 这个党主席的补选 这个破载媒姐 下个礼拜才登记啊 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有五天可以登记 破载媒姐 那总统府办人张敦来说蔡总统祝福 这个我是真的 高度的怀疑 就是说 照张敦涵的转述是这个赖清德副总统 打电话给蔡总统 你们都在总统府 一个在三楼 一个在四楼 这样见不了面 要用打电话的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蔡总统在三楼 赖清德在四楼 你不会走下来吗 要打电话 好吧 那就打电话吧 那打电话报告呢 这个副总统要选党主席 礼貌上跟总统 讲一下 这个是那个 那照张敦涵的讲法是蔡总统 祝福 这个我是不太相信 我不太相信蔡总统是祝福 为什么这样讲 就说 这个蔡英文因为这个地方选举 这个2022当时地方选举 他辞掉党主席就如同2018一样 那我当时开票之后我就跟大家分析说 对蔡总统他的那个迫切性是不一样的 怎么讲呢 就因为2018他败选之后 他要拼的是他自己2020的连任 这个如果不连任这个会被会被笑死会被骂死 所以蔡英文他的迫切性是很强的 我2018输的 我2020不能输 那现在2020 2022输的地方选举又输了 可是2024蔡英文他不能连任 那个迫切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 我不能连任了 那蔡总统还有一年多的任期 他要的是什么 就天文你想象 你坐在客厅看电视 坐在客厅 这个沙发 躺在沙发上面看电视 好快乐啊 不管是追剧 看争论节目 看综艺节目 随你高兴 然后呢 你看着看着 看着正在 正在这个入戏的时候呢 有人把你的遥控器拿走 转台了 你怒不怒 你想说 我是一家之主 房子是我买的 电视是我买的 客厅沙发是我买的 那我拿着遥控器 在看我最喜欢的电视 对不对 你怎么抱着遥控器拿走呢 赖清德就是把蔡总统的遥控器拿走 民进党的党主席补选 蔡总统 他他就是那个遥控器 他要找一个 他可以遥控的人 一个傀儡也好 一个代言人也好 你去当党主席啊 如同2018的卓榮泰一样 虽然2018卓榮泰是党主席 可是真正在控制党机器的还是蔡英文啊 你2022蔡总统又输了 地方选举又输了 他辞党主席是辞给你看 他还是想控制那个党机器啊 建议员 结果你赖清德 不睁你又驚没卫生 你你总裁说你要选党主席 你就把蔡总统的遥控器抢走啊 这蔡总统怎么会放得过你啊 你在想什么呢 我实在是觉得说 这个赖清德实在心 这不行就是不行 赖清德写脸书说 他这个什么征询很多 他还打电话给苏贞昌 苏贞昌说什么 这个有利有弊要深思 其实苏贞昌是场面话 赖清德去选择党主席 当然我不能说完全 对赖清德而言完全是错的 对赖清德是有利有弊 可是对蔡总统而言 你是冒犯的天威 你把蔡总统的遥控器抢走了 他没给你输入 你以副总统的身份 去当这个党主席 就显然你对副总统 这职务也不是很 我实在是觉得怎么看 都觉得怎么怪 赖清德从2019 那次被围剿 他到底学到什么教训 我实在是不晓得 他可能觉得一些 一些独派的人在挺他 他胖身就拎腰了 好 那这个我不相信蔡总统的祝福 为什么呢 因为赖清德要当总统呢 要拼这总统 那有三个关卡要过 第一个是党主席 第二个是这个 总统初选的党内提名 第三的是2024的大选 赖神 他有这个三个关卡要过 那首先第一个关卡 就是党主席 因为登记是从下礼拜一到礼拜五 有五天的时间 我不知道反赖清德的人 会不会推人出来选 那如果推人出来选的话 就很难看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这两者的差异 因为我刚讲第二阶段 是总统初选的党内提名 如果依照民进党2020的 那个状况 简单讲就是说 党主席是党员才能投票 党主席是党员投票产生 但是总统初选是全民调 在2020蓝绿两大党的 总统初选都是全民调 就是党员 没有党员投票 就全民调 但是党主席是党员投票 这两党是一样的 那这个我们就先讲党主席 1月15号要投票 那党员投票 因为民进党的党员人数不多 不到20万 有效党员更少 号称20万的党员 其实不到20万 那有投票资格的党员不多 所以党主席的选举会比较失真 就说我党主席我赢了 可是不代表你获得全国选民的认同 你是获得你的党员的认同 如果你当选党主席的话 因为只有党员能够投票 那这个初选是全民调 如果是到了第二阶段 总统初选的这个党内提名的话 是用全民调的方式来比 这个看谁赢啊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的第一个点就是 下个礼拜民进党谁会去领表 会不会有卡赖大联盟 会不会提前摊牌 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不高了 因为这个就变成火车对撞 如果说真的推陈建人出来 或者这个音系推个这个 够分量的人出来的话 就是有人要跟赖清德打了一台 要来拼这个党主席的这个党机器 那会很难看 那第二个阶段就刚提到 这个总统初选的党内提名 那这个没高就多了 像上一次的这个2020呢 就闹得不可开交 那最后最关键的就是 2024总统的这个大选 就讲这三个阶段 你觉得蔡总统都会祝福赖清德吗 我是不相信 因为这个跟我所观察到的 蔡总统是不一样的 蔡总统会这么好心 会去祝福赖清德 你觉得有可能吗 这各位听 如果你有看我们直播的话 你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20201月11 总统大选开票当天晚上 蔡英文跟赖清德的 胜选之夜的国际记者会的照片 资料照片 你看蔡英文笑得多灿烂 我2018赎得嘿嘿嘿 我2020竟然逆转胜817万票 有史以来总统最高得票 击败国民党 这个把韩国瑜给打趴这样子 马英九才拿765万票 我拿817万票 我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 选票最多的总统 你看蔡总统笑得多开心 多灿烂 可是请你看看站在他旁边的赖清德 赖清德你那个是圣选的表情吗 你那个表情 我用三个字送给你 是我们聊天室的一位老朋友 叫做不甘愿 他这个表情叫做不甘愿 你知道吗 他不开心 因为赖清德他想选的是总统 他不想当副总统 他想选总统啊 他觉得蔡英文做得很烂啊 他连继续当行政院长 他就没了 蔡英文是挽留他 未留他他不要呢 他坚持持行政院长 才有苏贞昌去组阁啊 他坚持要去参加民进党的初选 差一点把蔡英文拉下来 他一开始民调赢他20% 不是2% 他赢20%啊 从领先20%到被逆转 你就知道初选有多好玩啊 北点晚餐 我是陈徽文 听众朋友今天是12月9号 12月25号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观察的时机点 那这一天呢 是新任的县市首长 包括县市议员的宣誓就职时间 12月25号就月底啊 好12月25号 那就看看国民党的所谓的扫黑啊 排黑啊 看国民党推出的政副议长的人选 就可以看出一窥国民党的这个决心与否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12月25 就是因为有人上台就有人下台嘛 譬如说柯文哲就交接嘛 不是只有柯文哲下台 郑文燦也下台啊 林又昌也下台啊 林志坚是早就请辞啊 对不对 还有林家隆啊 所以民进党要去 就是12月25号开始没工作的人 其实还蛮多的 那这些人可不可以 潘孟安啊 潘孟安也卸任屏东县长啊 交给周春米嘛 周春米当选嘛 那就是说 呃 民进党有资格去当党主席的人很多 而且我刚讲的这些人 他们都也乐意去当蔡总统的遥控器啊 就他去当党主席 他去挂这个名 可是呢 所有的事情还是要跟蔡总统报告 还是要获得蔡总统的这个 这个允许 蔡总统的同意 蔡总统的指示 你今天在金德跳出来 你去控制这个党机器呢 你就打乱了蔡总统的布局嘛 所以我说你抢了他的遥控器啊 他怎么可能会跟你 什么祝福我才不相信啊 这个副总统哦 副总统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 框住总统 相助总统的这个 好 一个重要的工作 那副总统怎么会想去当党主席呢 副总统为什么要去当党主席 因为副总统不安于事啊 副总统不愿意这么沉默啊 他已经忍了两年多 他也不止哦 对两年多哦 他不想再忍啊 他忍不住了 他看到民进党大败他好高兴啊 蔡英文辞党主席他机会来了 所以赖清德哦 其实是没有学到什么教训啊 就赖清德旁边的人也劝不了他 好 哎你怎么会去抢这个党主席 我实在是不太懂 因为各位听众朋友 那个党主席他负的是党务的工作 党务的工作就是提名啊 辅选啊 还有柴米油盐酱醋茶 中央党部是要开门吃饭的 你当一个党主席 你手边没有资源 你是要怎么去应付中央党部的开销 那是要看你啊 你有钱吗 对不对 你看之前那个江启臣啊 吴敦义啦 朱立伦这阵子比较没听说 之前他们国民党党主席都跑三点半啊 都没钱啊 没钱啊 那怎么办呢 没钱就是要去借啊 他当初还去跟郭台铭的妈妈借钱啊 这个真的是这个惨的 那你今天你要去当这个 赖清德你要去当这个党主席 那中央党部就看你咯 你敢看起来 你副总统你是要去跟人看什么中央党部 你会知道 对不对 那其他派系扶你吗 你是新潮流的 大家 我讲除了新潮流以外的民进党派系 都很讨厌新潮流 你是新潮流的背景 对啊 新潮流会支持你 那其他不是新潮流的 惊你就不扶啊 我支持你你也好了 我还是觉得这个 赖副总统 不晓得在急什么 控制这个党机器 去当一个阳春党主席 其实意义不大 主要就说这个 党内的那个初选机制 他也必须要经过民进党的中常会 民进党是有党主席 可是民进党 国民党也有中常会 但是民进党中常会的功能性 是大于国民党的中常会 又不是说你当党主席 就全部都你决定 民进党 民进党 各位听众朋友 你听我这样讲 民进党他基本上就是派系共治 为什么当初蔡英文能够出现 就是苏贞昌跟谢长廷的决裂 谢长廷已经选过了 谢长廷很讨厌苏贞昌 他宁可把蔡英文推上去 他也不让苏贞昌当 所以蔡英文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 就是他摆平了所有的派系 我的色彩很淡 每个派系我都有好朋友 那时候没有音系 蔡英文刚出来的时候 哪有什么音系 他那时候又还没当选总统 他就是没有很强烈的派系色彩 所以各派系说 那个苏贞昌跟谢长廷 你们不要再吵了 那就蔡英文吧 他就是因为派系色彩 但他才能够出现 你现在在清德 这么强烈的新潮流的背景 其他派系 因为我刚讲派系共治 就是说你最后民进党总统初选的规则 不是你党主席一个人决定 是要中常会通过 那中常会就是各派系的人马都在那里 又不是只有你 你新潮流在控制中常会 不可能 各派系都有这个强将在那边 比如说这个勇言会 英系 郑国会 书系 他们都有人在中常会 又不是又不是只有新潮流在中常会 又不是你讲的 虽然那你我不太懂说 那你抢这个党机器要干什么 当当那个当这个阳春党主席 然后去去张罗那些什么 中央党部的那些日常的开销 到底是 我不晓得他图的是什么 那我也不认为说民进党会弄一个 非常不公平的总统出选办法 倒也不至于 就是我刚讲的 你最后就是比全民调 那你比全民调的话 就是看民进党 还有谁要出来选总统 那我个人的浅见 我认为蔡总统会找 会推陈建仁出来 你看戴庆德昨天宣布之后 你看今天的自由时报 就是简单的写个几句就交代了 自由时报的这个总编辑也没出来写特稿 这个我观察的角度比较不一样 没关系这个我们这个有空再讲了 好那王世坚是大战赖清德 清新改革正职 我不晓得王世坚在胡说八道什么 赖清德清新在哪里 改革了什么 正职在哪里 这个我觉得王世坚你去问谢龙介好了 谢龙介比较了解赖清德 把赖清德扑得这么高 我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那这个赖院长 基本上就是眼高手低 因为赖清德的前一任是林权 林权行政院长 赖院长的前一任是林权院长 林权院长才是蔡总统真正的朋友 可是那时候2016年蔡英文当选之后 林权他这个奉命组阁呢 他当时就跟蔡总统讲好说 我做一年了 我们好朋友嘛 这么多年了 好那你现在当选总统的 我答应帮你组阁 我做一年 那林权也很好玩 他做满一年之后 2017年他满了一年了 他就跟蔡总统请辞了 好那请辞呢 蔡总统因为就凹他嘛 因为他实在手上也没有可用之兵 本来蔡总统是要找陈举组阁的 好这个都不是我讲的 都是林权讲的 好林权也是个大嘴巴 这是林权讲的 不是我讲的 那蔡总统就这个凹林权说 你坚持要走嘛 对不对 就我们讲好了一年嘛 好可以 我说话算话 你找得到人来接 你就可以走 蔡总统就凹林权说 你找到新的行政院长 那你就走啊 好那一开始就说 要找这个花妈 要找陈举嘛 那举举就很牵涨嘛 就说啊我这个 这个很多很多党内很多人才 陈举不愿意当行政院长 好他一看到这个你也好了 陈举说他不要 继续当高雄市长 然后呢 第二个目标就是赖清德 赖清德那时候是台南市长 好所以赖清德的台南市长 任期有做完吗 没有啊 现在那些在骂王洪威落跑的 你们的逻辑都不通了 赖清德任期也没做完 好那我们刚不是提到陈举吗 陈举最后任期有做完吗 也没有啊 他后来就跑去当 应该是当总统府秘书长吧 陈举的任期也没做完 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王洪威 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韩国瑜 你们任期也没做完啊 你也好了 陈举 与赖清德苏贞昌谢长廷朱立伦 你们任期都没做完啊 对不对 有什么资格去讲别人 好不好 好那刚刚提到那个 这个赖院长 那林权就去找他 说哎呀这个 我想要跑了 你去接 赖清德他不愿意啊 赖清德足足拖了三个月啊 就是林权去跟他 去跟他 这样讲的三个月 他三个月之后 他才接行政院长啊 各位听到没有 如果你是蔡总统 你心里做何感想 我是总统 我任命你组阁 你推三组四啊 这么多人想当行政院长 我把机会给你 你竟然拖了三个月啊 这三个月呢 府院党全面说谎啊 徐国勇啊 我的证人是徐国勇啊 徐国勇是当时行政院的发言人啊 徐国勇一路说 没有没有 没有我们没有 没有你个叉叉 没有就是有啊 府院党 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 应该是黄重燕吧 然后没有没有 我们内阁没有改组 没有啦 你们不要记者 不要乱写啦 这样子老乱 这样不好 其实后来我就说林权是个大嘴巴 林权说他六月就去找 2017的六月就去找赖清德 因为他已经满一年了嘛 就是林权满一年了 他想要跑啦 他六月就去找赖清德 赖清德九月才接行政院长 说到这个 所以我跟你讲 刚刚讲到林权嘛 讲故事 林权他是财经专业 他当过财政部长 也当过台北市的财政局长 那他当一年其实也没办法做什么 你说一年行政院长能做什么 那是骗人 那那时候呢 这个大家就讲什么 什么缺人啊 缺工 人是人才 工是工人 缺人缺工 缺水缺电缺地 叫做五缺啦 就是大家产业界在讲 五缺啦 我们这个没有 其实他们希望用便宜的 外籍移工嘛 然后没有人才嘛 缺水缺电 这个讲了很多年了 缺地 你盖工厂啦 你要科学园区 你要有地嘛 就没有地 叫五缺 那林权就下台了 就换赖清德当 刑政院长 赖清德很高兴啊 这个这个顾叛自责啊 五缺的问题啊 赖清德讲了 五缺的问题 我通通解决了 夭壽 哇那你比林权还厉害啊 林权解决不了 五缺林权解决不了 那听的时候我都解决了 要求那这么厉害啊 赖清德 你去问问苏贞昌 你去问现在产业界 五缺的问题解决了没 缺人缺工缺水缺电缺地 你去问台积电啊 你去问陈其迈 你说这五缺解决了没 说那都没用啊 赖清德就是这样的 赖清德当台南市长 那故事更多 我们改天再讲 还有一年多的事情 可以慢慢讲啊 那个问谢龙介好了 改天来问谢龙介 他做一个台南市长 做到三到六缺 这个谁啊 王世坚还说什么 清新改革正职 王世坚 你算了吧你 赖清德是清新改革正职 你去问谢龙介 你不要问我啦 那这个赖清德说要选 党主席当这个蓝绿 是终须一战 2024这个总统会攸关到两岸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拨乱反正的话 我们要恐吓大家啦 因为我讲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也不一定是对的 大家参考 可能2024是最后一次选总统 也不一定 大家要多看那个赵春山教授的分析啊 我们其他的那些两岸的学者也要加油 也不知道你们在写什么 多写一些有建设性的 前瞻性的 就是说赵春山的分析是说 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跟第二个任期 也就是二十大之后的 这个2027跟2032这两个时间点 这个习近平他的这个 中华民主的伟大复兴 习近平在想什么 我们就不知道啊 我们对习近平是一无所知啊 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领导人啊 有人专访过习近平吗 不知道不知道他什么个性啊 不知道他想什么 所以那天他骂加拿大那个 我为什么这么诧异 你怎么会发脾气呢 你不是喜喜喜怒不形于色吗 你怎么会当众发飙 坦白讲我是吓一跳 那这个 如果2024我们这个总统 当然不晓得谁会当选 我跟大家讲这个事的话 如果是台独金孙赖清德当选总统的话 我认为统一时间表可能会往前 虚拟的统一时间表如果是赖清德当总统的话 他有可能会当选总统 如果国民党还是乱七八糟 然后民进党这个沉建仁沉不了气候 拦不住赖清德 赖清德取得民进党的这个总统提名 那假设赖清德当选2024总统的话 那就惨了 我刚刚跟王浅秋说 我就驾一句话在那儿了 我说如果赖清德当选2024总统 大家会开始怀念蔡英文 然后浅秋听了就在那边笑 各位听众朋友 你现在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我再讲一遍 如果2024赖清德当选总统 大家会开始怀念蔡英文 我相信龙介兄一定是帮我按赞的 谢龙介就自己人 我讲这个谢龙介一定是再同意也不过 好不好 这个主要是看国民党 因为赖清德是来势汹汹 我坦白讲 其实你说谈2024赖清德 一定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选 他是现任的副总统 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没有副总统当选过总统的 可是谁说不会有例外 那赖清德的这个 因为他本来就很想选 我跟你讲 2012他就想选了 2012 马英九要连任那次他就想选了 所以那时候挺他的这个独派大脑台 讲说什么什么 什么穿裙子的不能当三军统帅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性别歧视的话 后来他也道歉了 他就是在骂蔡总统 穿裙子的怎么可以当三军统帅 他就是要去剖这个赖清德 赖清德是 我们叫他台独今孙也不是乱叫 独派都挺他 所以本来赖清德2012就要挑战 马英九的这个总统连任 他想选总统已经很久了 好不好 那你说他来势汹汹我是讲实际 那各位听众朋友你也不用担心 或是什么高兴或是难过的 这个大可不必啊 就他本来就是一个潜在的 一个非常强势的候选人 很多人支持他 你看这个最近台面上的什么 我就不点名了啦 反正支持赖清德的都跟蔡总统不是很好 就是有人一直在拱他 像李远哲啦公开的挺他 好然后顾宽敏先生啦 这个都讲了很多年了 这对赖清德都是这个 恳爱有加的 好那重点是国民党你派谁出来 能赢 好这个比较关键 好不好 来我们先进广告 贝利晚餐 我是陈慧文 当然民进党跟国民党的 各个潜在的总统 可能的候选人呢 都各有支持者啦 好你要支持谁 那都是你的自由这个没有关系 那今天在台北市议会呢 这个我们一大堆的媒体同业呢 又跑去找王世坚 那我给大家听听看 这个我先跟各位讲 我现在还不会跳检 我只会顺检 这个请大家 我只会顺的检 那中间有时候其实应该卡掉的 我还没学会 这个 请大家忍耐一下 这个检的不是很好 意识到就好 你听听看王世坚讲什么来 所以赖清德不得不在这个时候 那亲自出马 以他清新改革正直的形象 来弥补苏生昌 不走的那个缺憾啊 所以苏生昌讲什么呢 其实 我认为苏院长要想清楚 不要把简单的事复杂化 现在社会的要求很清楚 就是责任政治 所以你苏院长应该做的 也是很清楚 下台负责 就是这么简单 我再次强调苏院长 社会的要求很清楚 四个字 责任政治 你现在应该做的 也是很清楚 四个字 下台负责 你还吱吱喳喳什么呢 这到底吱吱喳喳什么 我也是很好奇 其实呢 因为王世坚也没有在看新闻 是我们媒体的这个同业 问这个 跟王世坚讲说 这个赖清德有打电话给苏生昌 说这个跟他报告说 他要选党主席 那苏生昌给赖清德的建议就说 有利有弊要深思 那这句话有什么不对呢 有利有弊要深思 这话没有不对 因为其实 我的看法就是说 赖清德打给苏生昌是个礼貌性的报告 因为你是前辈嘛 虽然我是副总统 你是行政院长 可是你是我的民主前辈啊 我决定要选当主席 当然需要你的支持 跟你的这个谅解 所以在赖清德宣布之前 他先打电话跟苏生昌 这个口头 跟他说明一下说 包括这个我们老朋友 那苏生昌他也是 他会打给你就表示他要选了啊 对不对 那你就祝福加油 这种场面话讲 那苏生昌是比较高的 这个有利有弊的啊 你要深思什么的 那苏生昌自己把这一段讲出来了 苏生昌早上把这一段讲出来 然后下午记者就拿苏生昌讲的话 去问王世坚 那王世坚就发火了 就是你刚刚听到的那一段 那这个今天他们去访王世坚 大概前后大概20分钟 20分钟的这个长度呢 我啊 从头看到尾 我想说我看看你能讲什么 结果他也没讲什么 讲到最后王世坚自己又同意 有利有弊要深思 这句话其实也没什么不对 他自己他自己都 他自己也说没什么来着啊 我不晓得这句话是哪里 哪里得罪他 有利有弊要深思 这不是废话吗 这有什么好发火的呢 那我看到我们这个 我就不太讲这个王世坚 他这个个人 因为他有他的这个 你看我们一堆记者 我看今天好像是七个八个 有好几台了 这是一堆人形力牌 人形力牌 就是你们这些记者 其实因为他们问东西 问了什么 王洪威啦 吴依农啦 赖清德啦 什么问题都问啦 就把王世坚当成这个烤肉架 再问 其实你问他那些 也没什么 没有什么新闻点 没什么梗 我是认为记者是不应该当这个 人形力牌 我也不晓得你们这些记者到底有什么 这个 所以我刚刚在T台 王潜秋说 我们全场都在哈哈大笑 我是不晓得有什么 郭正亮看得很开心 亮哥看到坚哥骂苏贞昌 因为他们是共同的敌人 他们都很讨厌苏贞昌 可是你们很讨厌苏贞昌 干我什么事呢 各位听到没有 我们就听王世坚讲的责任政治 明明是蔡英文主导 为什么是苏贞昌下台呢 我不晓得你们这个逻辑是什么 从头到尾 这次民进党的这个选举 我是不是在郭子前的节目跟你讲说 1126开票之后 可能有党主席要下台 要嘛是朱立伦下台 要嘛就是蔡英文下台 我那天开票 我还因为他那时候那天郭子前 他这个模仿的是苏贞昌 我说搞不好行政院长下台 就当天晚上苏贞昌也请辞了 不是吗 就是蓝绿的两大党的党主席 都是 只手操控这一次的选举的提名 都是没收初选啊 不是吗 可是就是说因为国民党选的比较好 朱立伦这个国民党赢了朱立伦就逃过一劫 民进党选的不好 输的蔡英文就党主席下台 不就这样子 这故事就是这样子啊 那我们讲是党主席在主导党的提名嘛 对不对 国民党党主席是朱立伦 民进党党主席本来是蔡英文 就是你们去主导嘛 既然这样的话 那到底跟苏贞昌的关联性是什么呢 我不晓得王世坚你们这个逻辑是什么 那郭正亮讲这个 我也是不知道他在 我觉得我跟你讲 郭正亮他是故意的啦 他是耶鲁政治学的博士 他自己当过立委当了十年 他怎么也不知道 他在胡扯什么 他说 苏贞昌是口头请辞 然后呢 口头请辞就不是请辞 苏贞昌口头请辞 蔡总统未留 故事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他的意思说 难道苏贞昌要再写个书面职诚吗 你口头跟蔡总统说 那个总统我们选的这个不理想 我行政院长我来担责任 蔡总统说不用 我持党主席就好 那不就这样子的吗 那如果你再补一个书面职诚 蔡总统还是可以退啊 但你也可以坚持要走啊 王世坚讲的有一点 我同意说你如果坚持要走 像徐国勇这样坚持要走 谁拦不住你啊 徐国勇就说我就是不爽啊 你那个改组是一月一月中吗 我不想等了 我要先走了 他就走了 他就坚持要止啊 就是塞性地嘛 苏贞昌也可以坚持要走 2018的赖清德就是坚持要走啊 赖清德那时候辞行政院长蔡总统也未留他 赖清德那时候他就是狼子也行 我要选总统啊 你选这么烂 韩国瑜还赢陈其迈 15万 卢秀燕赢林家同20万 侯友宜赢 苏贞昌赢29万啊 那民进党死定了啦 如果你再出来选死定了 蔡英文他认为蔡英文不会赢啊 李远泽那些独派大佬都认为 蔡英文不要再连任了 你赶快下来 让我们赖清德去选2020的总统 赖清德就配合演出说 那我行政院长我坚持要辞 我不干了 赖清德就走了 就是这样 所以我不晓得郭正亮在讲什么 那苏贞昌口头请辞 蔡总统未留 苏贞昌愿意配合蔡总统 你可以说他恋战 你可以说他不想走 他不想辞 可是他有跟蔡总统表达辞意 蔡总统未留了 那就是未留啦 难道每一个都都都要辞的人 都是要要出面辞成 然后非走不可吗 你就讲那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个不通啦 因为你今天总统跟行政院长 这么密切的关系 蔡总统有他的布局嘛 你今天你要走 你要走那我要找谁来接 你也可以坚持要走啊 就说我明天开始 我就称病不来上班了 好我口头的请辞书面辞成 我都写好了 我就不上班了 那蔡总统就非处理不可啊 我跟你讲 马英九时代 毛治国就是这样子啊 我不要再骂人了啦 再骂那个路共路等 毛院长就是坚持要走啊 他坚持要走怎么办呢 就造就了张善政啊 张善政是那时候的副院长啊 毛治国连后面 应该是 就是一月嘛 一月到五月嘛 应该就是一百多天吧 四个月一百多天 他不愿意啊 毛治国他坚持要辞行任长 他一天他都不想呆了 那马英九怎么办呢 就只好任命张善政组阁 张善政就从 应该是从一月还二月啊 就一路做做到五二零啊 造就的 其实我是很反对 因为我不懂为什么 为什么嘲笑野大不能 不能组阁 我是不 我是不晓得毛治国在想什么啊 他认为国民党把立法院丢掉了嘛 然后二月一号新的立委就上来了嘛 然后就嘲笑野大嘛 然后他这个新任 他就不想当了 他就下台了 那我要去怎么评价毛治国 我要怎么去评价赖清德 那你你觉得苏贞昌 现在留任有什么 不是蔡总统就是我 我蔡总统 我后面要一年多的任期 我有我的步骤要走 你先不要辞 你给我留下来 苏贞昌愿意配合 这样合措之友呢 我不懂啊 我不懂这个 这个责任政治 我不知道王世坚你是你认什么销威 我也不懂这些记者 你们是真的听不懂还是怎么样 我真的对你们这些记者 我实在是非常的失望 所以赖清德不得不在这个时候 那亲自出马 以他清新改革正直的形象 来弥补 苏贞昌不走的那个缺憾啊 所以苏贞昌讲什么呢 其实我认为苏院长要想清楚 不要把简单的事复杂化 现在社会的要求很清楚 你现在应该做的也是很清楚四个字下台负责 你还吱吱喳喳喳什么呢 其实吱吱喳喳的是王世坚啊 行政院长下不下台干你一个台北市议员什么事啊 我是看不太懂啊 你说真的要讲责任政治头号战犯是蔡英文啊 网军总司令也是蔡英文啊 王世坚你认识话你是认了吗 你讲了很多次你今天讲这都是旧的啊 我问你疫苗快筛口罩是苏贞昌决定的吗 是吗 不是啊 明明就是蔡英文陈建仁陈时中你们决定的啊 我讲错吗 莫说初选是苏贞昌决定的吗 蔡英文决定的啊 不要初选啊 这个谁去选什么 都是蔡英文主导的啊 谁在挺临志剑 挺临志剑的是苏贞昌吗 挺临志剑的是蔡英文啊 你们你们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啦 啊 王世坚 我不是王浩宇啊 你不要骂我太贤啊 我不晓得你在扯什么 你们那些记者在干什么呢 弄一支麦克风拆啊 王世坚他忍消微你们就这样 他讲什么你们就录什么 那个坚哥 请问一下没收初选是蔡英文啊 挺临志剑是蔡英文 站台大也是蔡英文讲的啊 全党要去挺临志剑的论文啊 为什么叫苏贞昌下台呢 是行政院做错的什么事情吗 行政院做错的什么 我不知道啊 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关系 在城市中去选台北市长也被教训啊 只拿32%的得票率啊 怎么怎么一天到晚叫 这一天到晚叫 叫苏贞昌下台 那个就是你民进党的内斗公斗 有人想要行政院长那个位置 就算一年也好 因为不晓得2024能不能赢吗 那你苏贞昌 把苏贞昌踢走的一个萝卜一个坑 就有人可以去接行政院长啊 很多人吓得要死啊 什么郑文燦啊林家隆那些没当过的 大家吓得要死 苏贞昌滚蛋了 不管是谁 至少先叫苏贞昌滚 就有人可以去接行 我还是要引述自由时报总编辑周景文那句话 你民进党现在要想办法的是 怎么2024能够赢 而不是去抢位置啊 就算勉强给你抢到行政院长那位置 你顶多做一年啊 这做一年的行政院长是能干什么呢 又能做什么呢 你一天到晚叫苏贞昌下台这样子 大家记得才那些呢 其实真正应该下台的是蔡英文 蔡英文整个路线是错的 民众的反扑不是反扑苏贞昌 苏贞昌很跋扈没有错 苏贞昌在国会经常骂国民党的立委没有错 可是你今天2022的整体的败选是输在哪里 输在蔡英文啊 不是输在苏贞昌啊 你哪个白 每天都在苏贞昌 每天都在苏贞昌 然后把戴清德讲的什么 什么什么清新改革正直 戴清德有这么好吗 其实我跟你讲 王世坚也知道头号战犯是蔡英文啊 但是他不敢讲啊 如果王世坚敢把矛头指向蔡英文 那去修理他的就不是网军跟侧衣 就正规军去修理他了 他就受不了了啦 王浩宇那些侧衣去把他骂一骂 电话骚扰他一下 他也就一笑置之啊 如果你真的把矛头指向蔡英文 你真的得罪了小英 那后果就不是 所以你不敢讲嘛 你不敢讲我也不怪你啊 可是你不能乱七八糟的 把矛头指向 这个我是觉得可惜的啦 可惜的 就说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新的 像高家瑜啦 王世坚这些 是一代不如一代啊 你们跟当年的林作水跟李文中比 差远啦 谢谢再见 好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